而新店山区河边的警报器也是不断放送 警方加速驱离低洼地区的居民 就是为了确保民众的安全 但是还是有钓客不顾安危 在暴涨的新店锡钓鱼十分危险 大雨几乎使用到的 新店锡暴涨滚滚泥流 悬泻而下 台北台风挟带惊人雨势 可以看到河面上面水流 现在是非常的湍急 尽管已经发布了台风警报 但远方还是有人不顾生命危险 正在河边关浪还有钓鱼 你们有钓到鱼吗 钓客闪闪躲躲 不愿正面回答问题 毕竟台风天外头风大雨大 到岸边近距离钓鱼 就像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新店山区警报持续放送 因为大雨不断冲刀 河水滚着泥沙 北部山区更担心会有土石流危险 新美市警方也加速驱离 迪瓦地区的民众 台美来势汹汹 尤其可观雨量 各地风景神经进入最高警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